受到泥沙颱风以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影响大雨袭击基隆市 其中又以七堵区华兴一路道路崩塌 东兴街走山以及暖暖区281项土石冲入民宅的灾情最为严重 七堵泰安路也传出灾情 因此七堵和暖暖两区的市议员在议会紧急咨询 华兴一路150号 整个我相信就是全国瞩目的 整个道路都中断了 里面还有洗胜的一位洗胜的一些市民 一三五要洗胜 所以他已经造成很多的不便 至于他怎么来 这洗胜的怎么来接送他 我想相关单位要报告 第二点我们东兴街的 150号附近的整个走山 把所有的十几步的车辆放在那边 全部都把它掩盖了 这些市政府相关单位如何来处置 第二个281项那边是我们来讲最严重的部分 昨天蔡立委也有到现场 他是说做一些工作的分配 要请区工所做一些帆布的防御 我想这次灾害出来 这次区工所没有办法能够有能力负担这些的 那请市长也在这边裁决 就是说是不是也动用灾害预备金 然后好好把这些的灾害处理 那至于地方上的 好比说区工所是没有能力处理一些事情 也请市长我们多关心我们 281项不是今天才发生 我们看到的那个 这两天看到那个土石流 其实十多年前就发生过一次 非常严重 我印象中应该是纳粒的期间 纳粒之后又发生过一次 所以这意味着是什么 是基隆市政府其实面对土石流 或浅市区域或社区 其实是没有做一个比较完整的列管 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应该要优先处理 江子辽山泰安路好像是在125号 就是往江子辽山那个山崩非常的厉害 而且那个真的非常的严重 那是不是针对这个案子 我针对这两天这个 我觉得我们市府 是不是要到我们江子辽山去一趟 针对这个未来这个检测这个部分 一定要严格的把关 市长林又昌大巡师表示 已经先进行各项紧急抢灾和救灾的工作 一个是就市政府在救灾 或者处理灾情的部分 以先维护市民的这个生命安全 为最优先的一个考量 那另外当然有一些 这个农道路等等的一个摊方 那我们市府同仁也都有这个进去处理 不过因为昨天这个雨都还持续在下 有一些地方路段你做了清理之后 它还是继续的一个 这个有土石的一个滑落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公务处还有区公务处同仁会是 现地的一个情形来做处置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你提到的相关的一个个案的部分 市府的同仁也都进驻去做处理 包括在华新一路 我个人也亲自到现场去勘察 那昨天在罗南街 281项这个地方 我也跟几位一座逐户的去厘清一个状况 那在今天早上10点的时候呢 消货局跟公务处 我们会先利用无人机 把这个农产街后方的一个同时坍塌的一个状况 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这个确认 因为如果没有确认它的一个状况的话 我们相关机具还有人员进去的话 反而会有这个生命的一个安全的一个疑虑 那至于家户的清理的部分 昨天晚上我也亲自到现场 家户的内部的一个清理 我们会来协助 垃圾的一个清运 我也只是这个环保局这边 协助民众来进行清理 那后方的土石坍塌的一个部分 可能必须要等到今天厘清之后 可能要先做边坡的一个稳定固定 那因为它的进出的一个动线 是比较不好 所以未来如果要做边坡的时候 大型基居要进入 必须要可能要开辟 变道才能够进去 然后另外就是 最近这几天不能再下雨 再下雨的话 它上方的这个滑落层 有可能还会继续滑落 所以这个都有待等一下 专业的一个鉴定 那至于张个人一座提到的 那个东兴街的那个部分 我们在今天的白天的时候 就会进去协助处理 虽然雨市有逐渐减缓的趋势 议长蔡旺连也呼吁民众 近期内千万不要到山区 因为土石含水量饱和 避免发生意外 那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 灾情不只是土石流 还有我们的道路崩塌 道路崩塌一定会危及到 我们的交通的便利性 有的是利用这个产业道路在进出 结果现在显示有很多地方 它是道路崩塌 还有甚至有路基塌陷的 这个我想市政府一定要一一的去研议办理 那至于土石流的方面 我们目前已经也呼吁 那个请求我们国军 在协助这些土石流的轻运工作 现在已经尽数 我所知道的我们市府各单位 各职所持现在几例都在抢救当中 那最后我也在这里呼吁市政府也好 各位议员同仁也好 呼吁有住在山区旁边 靠近临近山边的 或是没事到山区去走动运动的人 最近最好远离山区 因为这几天来很多山的泥土 含水量都饱和 还会发生会有土石崩落的这个现象 这个一定要小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第二审查会